我是心理细胞评计师的阳台上面说话 我们刚刚已经说到就是少数秀医分子的问题 这也不是说哪个人选择出来的 就中国共产党在7月23号1921年 这五十几个人也不是从中生出来的 他们是在社会中他们被卡马斯的学说所感动 就像说我们历史中当社会有繁荣 我们可能改造完了一个社会的时候 我们又发掘社会要走 现在中国是走着中国社会主义 社会资本主义的路线 就像在概念上会被人家排斥 概念上认为会是矛盾或是怎么样 但他毕竟就这样子走出来了 那像为什么说一个自由的精神 就是他能够自己创造 根据自己能够自由得到的知识 来创造出来 未来的话不一定涉及到大规模社会的改造 或他们可能直接或间接的会影响许多的人 我们认为说一个自由创造精神 会对未来中国共产党会有强大推动力 结果他可能不是中国共产党 但在现在讯息发达的社会 我们像太空说 亲戚外泄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这不是秘密 因为他们已经用亲戚去 当成火箭的动力来源 这是很好的事情 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那么大的机会 去参加NASA 这是美国太空中心的计划 那有人可以做小的计划 我们在地上可以看得到一些小的技术人员 他们可能凭着他们天生的 或者是后天培养 教育培养出来的个人 他们会发明一些很重要 对整个人类很重要的一些小东西 或者创造改变一些东西 这东西也许对轮员 未来的能源 尤其是汽车 汽车能源 或者是发电能源 这方面的东西会有进步的机会 这是大概是人类有的一个丰富的资产 他可以根据个人的条件 来于创造 其实都是非常难的 尤其是经费或者知识限制 很多人的能力没有好好发挥出来 我们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也曾经看过许多杰出的个人 或者工艺家 他们会发明一些东西 他们也许民生不是那么响亮 他们就做出来一些东西 让后人瞬目结舌 在中国的一些古城的建筑物中 也可以看得到 我们对未来有信心是因为人类 他们还是会喜欢创造出来一些 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东西 就像中国共产党的创党人一样 他们会用自己所有的力量 来想出来一个组织 来想出来一个政党出来 未来的发明家或创造家 或者要改变社会的人 不管它小社区也好 大社区也好 大城市也好 甚至达至一个地球也好 这方面动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我们对于个人的解放 不仅是说是所谓现代性的解放 也意味着他对未来的解放 或现代的解放 基本上我们觉得 套一句卡马斯的话 大步的走你的路 管他去说 对个人来说是非常真实的 而不是新电细胞编辑吴季星 我们也很祝福中国 中国上面的年轻人 他们有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 能够发挥他们的长才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自己想想看 如果要改善隐形的话 对个年轻的学生来说的话 既没有资源又没有经费底下的话 他不知道要花多少年时间 才能得到他所要的资源 去进行隐形的实验 或者是亲戚能源的实验 或者改善一个社区的 发电系统的问题 或者改善水污染的问题 或者改善农药的问题 或者改善品种问题 所以都需要花上一个年轻人 非常多的时间 我们在这里也祝福 中国未来的年轻人 在这方面有很好的表现 谢谢我是星天细报 编辑吴季星 谢谢大家